我告訴你,以前這些中國國民黨的官員是太愛台灣了 為台灣真的是,哎呀,不要多講了 反正就是為台灣老百姓在奉獻 可是,今天民進黨怎麼看他們的? 怎麼修理這些國民黨的高官的? 各位啊,這些像趙耀東、尹仲榮、孫玉泉 這些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現在沒有一個民進黨官員比得上的 我跟你講,那民進黨怎麼樣? 民進黨就開始了 所以你看看,蔣忠仲到台灣來以後就是二二八事件 殺害台灣的老百姓好幾萬,好幾萬 有好幾萬嗎? 我跟你講,八百多個 好,八百多位是人命啊 我們大家很遺憾對不對? 可是,他說什麼大屠殺對不對? 他把蔣忠仲比喻成希特勒 希特勒殺了猶太人六百萬人 然後呢,日本在台灣也殺了四十萬到六十萬人 你什麼時候看他去批評過日本殺台灣人啊? 沒有 沒有批評 反正日本人都是他的爺爺都是他奶奶 什麼做都是好的,對不對? 很糟糕啊 拔到民進黨 拔到民進黨 好,拔到民進黨 他也是打獨商嘛 有沒有道理? 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 哎呀,你講的真是太好了 那個草菅人命啊,泯滅人性啊 對 對不對,泯滅人性,草菅人命啊 今天搞到現在連個疫苗都還搞不到照哪邊 對 全世界都可以打疫苗了 台灣疫苗還不知道到哪打 我告訴你這種政府啊 根本就是自己吃肥了 不管老百姓的生活 好 然後呢,說蔣忠誠是元兇 228的元兇 各位 一個禮拜以前 我實在看不過去了 我就在電視台公開的講 我張亞中 排大退休金700萬 我用700萬給你對賭 你民進黨派個代表出來 跟我來辯論 到底228蔣介石是元兇 你變贏了 我把700萬推休金給你 做你的台獨基金 敢不敢 他絕對不敢 你看看 過兩個禮拜 我們找一天中常會的日子 大家跟我到民進黨的黨部的底下 不敢跟他叫海好不好 好 跟他叫正 好 有種 有種 對,不要當小叨叨 有種 推一個代表出來 跟我辯論 對 到底228蔣介石是不是元兇 如果不是 請你們從此閉嘴 對不對 對 你一定要從此閉嘴 對 以後也不要再碰蔣中正 中正記點堂了 我告訴你 我們每個禮拜去叫正 對 看他敢不敢出來 好 不敢出來就叫他閉嘴 好不好 好 真的 不敢不敢 不敢